吵架就離家躲起來 每次都要我先低頭才可以 等一下 妳一個大男人 妳離家出走浩然 真的嗎 不是 憲哥 其實我也很想離家 但是因為沒辦法 我們離家之後我們會擔心孩子 孩子要放 對 責任感 每次只要我們發生爭執 然後包包拿了 他就出去了 他離家最久 一通電話都沒有 太恐怖了 好帥喔 妳很趕耶 所以你們不要認為他看起來悶悶的 他東西拿了 然後就離家 他就去新竹了 全無網訓 我知道他去新竹住 我想說了不起可能兩三天 他會打回來什麼 沒有電話喔 天啊 然後整整一個月沒有電話喔 沒有 他應該是等一個月 自然一點再出現 怎麼錄車那時候 然後有工作 他就從新竹開來台北錄影 錄完影他再回新竹 怎麼了 妳是不是利用那一個月 對 去割雙眼瓶 這是什麼 我就是不原期嘛 妳剛剛有說 對不起 我沒聽到 對不起 但他自然一點啦 對啊 妳哪一個月 這不是一般男的做得到的耶 不是 因為… 因為我喜歡很當面的 很激烈的成績對決 激烈的爭吵 然後激烈的爭吵 我在想說 因為我是會想說要時間消化 因為我希望不要讓家庭適合 然後孩子覺得怎麼辦 要太快哽咽了啦 其實不是 辛苦了… 然後 然後咪咪是他 妳是個正妹 妳求一個腿 不拜託 素男 妳還要求他 然後咪咪是他不對 他一定有什麼專長 過人之處 對 然後孩子都說 不要打給爸爸 可是你知道處女說就覺得 家裡面這樣 然後爸爸不回來 我最後還低頭打給他耶 那第一句話要說什麼啊 我就跟他 我就假裝說那個 回來… 我就會故意問他說 是不是有個工作 是我們兩個的 我就故意找這個話題 聊別的… 他還很 個性還很硬 我都已經軟了 其實我們的個性 其實是嘴巴硬你知道嗎 其他都軟的 腰部小 心軟 那我在那邊沒床 我都睡那個沙發 然後晚上捲那個被子 捲得跟什麼一樣 可是你就覺得沒有人 沒有… 沒有台階下 巨蟹座是大男人還是大人 你也是巨蟹座耶 其實我們今天這世主的老公 都是蛇星座裡面的前四名 大男人的老公 巨蟹 而且怕怕 稍聽一下… 稍聽一下 對 家對具體來說 一定是充電站跟安慰劑 所以如果會想離家 肯定受了很大的委屈 就心裡可能有一種 不被瞭解的感覺 但是老婆 對除以後老婆來講 老公用回家來表示 他愛家的表現 而且他不喜歡那種冷戰 跟冷潮熱風的這種對待 剛好這次也是有在講那種 男生先道歉的這一個辯論說 就是說我們在外面 總是很容易就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對不起…我用到你了 可是回家卻忘了低頭說聲 對不起 這對不起不是錯 是因為你珍惜珍愛 然後給彼此一個台階下 而且也證明說房子不要買太大 為什麼 夫妻兩個吵架 家裡很窄嘛 永遠要過去這擠擠 走過去 卡住 卡住他就要嘛 什麼啦 沒有什麼… 沒有… 要過此路去 留下買入財 來吧 好… 來吧 來吧 好… 來吧